嗨 大家晚安 晚安 我們今天有特別來賓 好 特別來賓 大家都以為是阿嘎 還是以為是陳柏林 差不多效果齁 差不多效果 欸 哈哈 所以想說他是你的鐵粉耶 謝謝 謝謝喔 好 這鐵粉要小心 你不要遇到磁鐵齁 會被吸起來齁 哈哈哈哈 沒事齁 沒事沒事 我跟你講 因為他的 專屬的氣場 就是尷尬 對對對 所以我今天在直播之前非常的焦慮 他很緊張 然後我就叫他去洗一下脖子 好 脖子乾淨就不會緊張 今天要吃的是全家三角飯糰 新出的飯糰是增量的 可現在的重量是113 就其實整整增加了10克 喔 你看 增量 增量 增量喔 我把它弄得增量 這個內餡喔 大家看看喔 那我們想要內餡交易起來 內餡交易 就是內餡 好 好 好 沒事齁 沒事 台中槍到底是什麼 看你是什麼槍 因為有些人一般是拿AK47 就會比較重一點 那種就是台中槍很重 那一種感覺 OK 好 那我先分享一下 哈哈哈哈 我們在大學住宿舍的時候 下面就有加 Say something 你知道我們今天吃的是哪一家吧 知道啊 什麼丹茄醬 什麼醬 我全家了 全家 全家了 齁 就是其實我都會有一兩個自己的帳號 嗯 我先看我那個朋友我仔細規列下來 哇 全部都是本師團的小編 因為我全家小編 哇 我都全家小編啦 我朋友都全家小編啦 齁 欸 有人問你說旁邊十顆生雞蛋是要幹嘛啊 他昨天就說 叫我準備一個有關於早餐的笑話 那我就想說早餐的話 一般是吃蛋餅 那那天呢 我朋友喔 他就去吃蛋餅 然後結果老闆就給他一個這個蛋 他想說很奇怪啊 這只有蛋還有餅 然後這時候老闆就走過來跟他講說 這個叫做蛋甲 這個叫做蛋乙 這個叫做蛋餅 嗯 甲乙餅 甲乙餅啦 齁 你的蛋長得一模一樣 你沒辦法分辨專屬音樂幫我們放一下 齁 原來是蛋餅的部分 第四個就是蛋丁 齁 比較淡丁一點 齁 這時候大家就感覺蠻淡丁的齁 對 蠻淡丁的 好啦 沒事了齁 這個道具就用到這邊就好了 我上次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當面講笑話 因為沒有字幕 所以我完全沒有抓到他的哏 所以旁邊的人都在笑 我還在想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對 就像現在這樣 尷尬 跟你講 開始講一些認真的啦 也不是說都還搞笑 剛剛吃了這個鮪魚飯糰之後 好像有那個鮪魚在嘴巴裡面有 他都已經衝動到我的蛀牙了 後來發現我沒有蛀牙 我是殺戮了 那我問你 你以前有沒有想要去擺攤過 或是賣東西 有對不對 那你那時候會想要賣什麼東西 想要進襪子 我是建議你賣一些時鐘 為什麼 先先進一間時鐘 先先進一間時鐘來賣啦 推薦哪個口味 我其實個人最喜歡那個鮪魚口味 我是喜歡肉鬆 因為我本身 肉很鬆 喔天啊 我沒有接到你的哏耶 你這個不要歸類在我這邊啦 你這個是烙賽型的 田玉琳說菜哥飲料沒了 好 你是說本身很乾嗎 我可以給你輸喔 不渴不渴 怎麼樣 不渴怎麼樣 就不渴啊 就不渴了是不是 好不渴就不渴 你剛剛哏 丟出來又講不對 你這樣子 你會被淘汰掉喔 我跟你們說 它裡面的鮪魚 它其實還有那個 小洋蔥在裡面 很像有一點 小山洋在裡面蔥的感覺 小洋蔥 小洋蔥 沖在裡面 好不要亂講 吃小洋蔥 阿滅喔 欸這個好吃耶 我覺得這個口味真的是不敗款 你都敗啦 啊沒事的喔 千千跟菜哥主持談話節目 就在一個畫廊有沒有 我們手就這樣一直彈 談話節目 一直彈 這個是我們之前必卡索的話 好 砰砰砰砰砰 這樣子 菜哥帽子是本體啦 對啊本體啦 那你的本體是什麼 說謊 瘋了 我的本體是美帽 那就是說謊嘛 對不對 同意值 我可可愛在這邊 介紹給大家 是可愛的碟字 但是不能少講一個可喔 可愛 哈哈哈 等一下 不能少講 你硬要這樣子講喔 那很尷尬喔 鬆餅是28塊 肉鬆是25塊 熱多綠茶 30 加起來喔 忘記多少錢了喔 大概100塊以內喔 那不然我本人是喜歡吃肉鬆口味 因為它的肉比較鬆 這個爛的 不要再拿出來 這個爛的 這個爛的 好去填掉 掰掰 各位 歡樂的時光 總是過得特別快 又到時候 等一下 我知道天線寶寶 不是啦 周星馳的啦 對 不是 不是天線寶寶 啊不是 好 對 掰掰 各位 晚安 拜託